ängen 朱公何事招我 宣誉 此处就是我们 诏令讨贼王室季节的地方 那些奉诏的诸侯 一个都没有来 对 祖宫营早有预料 那当然 可是我没有预料到的是 有一个人 他算不上什么诸侯 却率领了区区几千兵马前来驻斩 谁 刘备 我倒把此人给忘了 刘备乃汉氏后裔 力智匡扶天下 那当然他最恨的一次 篡立 不瞒你说 我怎么也没有了到他回来 这有点让我左右为难 把你叫来就是想问问你 不是应该用他来 杀他 杀 为何 不被宋宫宫宫大剑 宫宫杀之 以防后患 知道了 你去吧 找郭家来 传言 关节老袖 皇宫 故事无知休 细无孤难左右 我以着又重够 拾拾拾下 好自信 人间无能有 三弟别动 曹操身为虎国大将军 我又与我有事 你总要给他一些时间私人 张口欲长生缺氧 分面匹交各家 连鱼来岸坐下 不敢沉染或牵扯 你所发言不悬远空荒 臣以为不离 主公率大军讨原贼 当已信义行天下 刘备素有异名 此次又是主动奉赵带兵驻战 如果主公杀了他 那么从此之后 天下的闲人议事都会过足止步 再不敢为主公请命 知道了 你去吧 就要成语了 遵命 在下拜见主公 张得却都不是那情深 刚才国家让我 不要杀刘备 寻遇让我杀了他 你一下子 刘备是当时的英雄 又是主公未来的大方 再下距离 再下距离 主公先用着 但又把之后 再杀人 出后 满足以关节老袖 好 不知道吧 去去吧 主公本人 你先说 你先 二位 你们 是怎么回答主公的 我是这样回答的 手机前的主公们 过年走春 就是要来到 完工文化园区 即日起 开放寿礼预约 问世纪改 补财库发财金 颜登拜斗 农历初一至十五 现场开放 祈求发财金 并在十五举办 西服法会 妙指在 桃园市大西区 复兴路二段505-1号 想了解更详细 点击关注 并私讯小编我 或者在FB脸书搜寻 大中华关公基金会 也可以找到我们哦 最后 想看更多三国 点点爱心 加个关注 我们下期见